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多望点评 我是李思 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月初表示 正是讨论是否削减对华关税对抗通胀 有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将会在今年11月面临中期选举的考验 到底是高通胀对支持率打击更大 或是软化对中国立场对支持率打击更大 而是拜登当前面临的两难抉择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月10日表示 他与自己的团队正是讨论是否削减对华关税 以对抗示弱美国的通胀难题 继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之后 拜登的言论再次在中国掀起讨论热潮 有分析认为为期四年的贸易战可能就此终结 中国官方亦表示 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 讨论热潮在美国则更为激烈 在政府内部支持废除对华关税的 主要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们赞成废除关税以抵御通胀 反对者则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为主 他们不愿放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筹码 并希望继续借关税来重塑中国的经济行为 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包括开征新的战略性关税 另一方面 美国大型零售商对高关税连声叫苦 但大部分民众就支持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有分析认为对拜登来说 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是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 目前民主党以极微弱多数 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共和党需要再赢得五个席位 才能够夺回众议院多数地位 在参议院只需再赢得一个席位 就可以取得控制权 已经有迹象表明 2022年中期选举可能会是一场所谓的浪潮选举 共和党将会席卷多数席位 拜登目前的支持率堪佑 自去年8月以来 他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50%以下 对于本身已经失去不少选民支持的拜登来说 选民的偏好值得考量 而绝大多数美国注册选民表示 他们支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 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73%的受访者表示 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以保护美国产业和美国工人 而支持特朗普设置的对华关税的人数 亦都很高 达到71% 分析指出 即使通货膨胀率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水平 美国选民似乎亦都愿意 迫使公司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进口 或者是在当地生产 拜登的决定可能影响中美之间 这场持久贸易战的未来走向 好了 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收看